大公報 機管局長白海豚出沒區限速 2015年7月14日要問A07大公報信 記者陳暢康報導 北大罪三中華白海豚棲息地未來受機場礦建三跑田海工程威脅 機場管理局建議海天碼頭Skypeer開出的高速船班次航線、速度及班次 限定平均每日開出九十九班 要經機場島以北白海豚棲息地時減速一半至十五海里 最快可於今年底實施 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質疑措施保護海豚作用有限 速請機管局研究更多船隻取道避開白海豚頻繁出沒海域 環支會昨日開會討論機管局就海天碼頭高速船的管理計劃 機管局三跑道項目環保事務總經理李仲藤表示 機場島以北未來填海興建第三跑道 距離沙洲及龍古洲海岸公園之間的航道將收窄 增加該處白海豚被撞到風險 因此於早前已獲通過的環評報告中建議 海天碼頭往返珠海及浦門的高速船班次 限制於平均每日九十九班 並改道北行擾過沙洲及龍古洲海岸公園 於中華白海豚出沒高危地帶設立限速區 由現時三十至四十海里縮減至十五海里 街時航程增加十至十五分鐘 局方將增加行李設施及加法安檢追回時間 環支會委員洪永達會想質疑 措施令更多高速船改道北行 實際上更多船隻駛進白海豚高度出沒海域 無助保育中華白海豚 由指現始於沙洲及龍古洲海岸公園海域的航速限制在十海里 則問為何高速船限速不看齊 亦有委員質疑每日九十九班仍然太密 李仲藤稱 顧問研究指船隻減速一半 對海豚造成的高頻噪音滋擾減少六成 高速船上有RACE導航系統攻擊管局實時監察 營運相遇超速會發警告信 在凡可暫停其服務 又透露機管局預營運相進度已到尾聲 可於動工前最快今年底實施